2月11日消息 彭博社报道 昨日富士康表示 过去两年限制设备供应的组件短缺问题 目前出现了缓解迹象 2022年一季度零部件短缺情况将得到重大改善 预计下半年的整体供应限制将得到缓解 不过 他也补充说 电源管理芯片仍供不应求 日经亚洲此前报道 苹果会优先保障iPhone的生产 目前iPad9基础版在官方天猫店的价格是2399元 在拼多多某商家 这一商品的售价高达2498 还显示为缺货状态 说明现在的iPad真是一击难求 官网显示iPad9所有版本线下无货 发货需一个多月 京东自营显示加价400销售 蜂窝版就更难购买了 有较少的商家囤货蜂窝版 按照富士康的说法 iPad的交货时间 有望在今年下半年有大幅缩短 只不过iPad9的生产优先级是排在相对末尾的 目前的生产最优先的肯定是iPhone iPhone不仅有着较高的利润 用户通常会在iPhone上装更多APP 这样来自App Store Apple Music等付费服务 订阅服务的收入会高上不少 对于想选购基础款iPad的用户 小雷认为iPad9是个不错的选择 它的初始容量提升到64GB 而且是加量不加价的 iPad8的32GB实在太不够用了 多装几个APP 缓存一些文件就满了 非常影响使用体验 不过 毕竟iPad9目前要等一个半月 二手iPad8 128GB 其实也是个不错的选择 就是前置摄像头和芯片不如iPad9 iPad9的前置摄像头的升级较大 不仅可以拍摄1080P视频 还支持人物剧中功能 视频聊天时的显示界面较广 适合家庭式的视频聊天 画面还能随着人物移动而移动 比较适合在厨房等场景下使用